各縣市快篩存量遭有心人士做文章 高市府发现社群平台上有有心人士散布了一篇文章 里头提到了中央征用台北的快篩 送到疫情比较不严重的高雄 甚至把5月6号国道的车祸 当时货车账载的快篩 也直接联想到中南部的内容 也让高雄市政府发出了声明稿 认为这样的内容毫无根据 而且已经报警药医传染病防治法等法令 来移送法办 事实上针对快篩相关的不实指控 对高雄市政府来讲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先前防疫记者会上才强力的驳斥 国民党赵华县议员没有经过查证 透过通讯软体发送不实的讯息造谣 社群平台又出现了不实的指控文章 也让高雄市政府绝不宽怠 我们下期见 解锐 明てою 明 wahr